哈喽 各位同學 我們又來到一支筆的美勞科 這次我們要挑戰大眼蛙 這一個啊 它一樣 東西畫起來好吃就好 你就成功一半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直接開始囉 好 我們先看到這一支啊 還記得為什麼老師要把它分成這麼多塊嗎 因為這樣才可以讓你的參照物啊 離你稍微近一點 好 這幾支啊 嚴格來講 我跟你講 最簡單是誰 最簡單是它 線條啊 越複雜 越好畫 最難是它 因為它蓋掉的東西最多 好 那我們直接從它開始挑戰 好 那我們現在啊 要先看好 它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這邊是平的喔 記得這邊是平的 你記得它是什麼形狀就好 你記得它是一個長這樣 的麻糬就好 你們會畫錯啊 就是你把它搞成別的形狀 這樣知道意思了嗎 這個 我把它接起來 這就變另外一種青蛙了 這樣知道意思了嗎 好 那我們就要直接來開始囉 好 拿著它 先把眼睛先畫圓 因為3DO的這個角色 應該不是手畫的 它是用電腦處理的 所以它眼睛會不可思議的圓 既然它很圓 你就盡你所能 好 你會發現老師分很多筆 然後再來 我們會需要有一顆眼睛 然後既然它是黑的就把它塗黑吧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跟你講的 你其實要確定下面是平的 再從這邊往下延伸 從這裡往下延伸 再把它接起來 好 這個時候應該就對了 好 然後啊 裝上一點點腮紅 好 老師就不塗綠色 我以為再把它塗滿 就是另外一種技術 好 OK了齁 好 再來 接起來 它的身體很短 既然它身體很短 你就跟著它畫很短就好 好 然後啊 再來 它的腳啊 其實你要從中間開始處理 你要知道它的腳在這裡 有幾個波浪 1 2 3 好 這樣我波浪就完成 裝上手 好 因為我後來想一下 它其實不是那麼主要的主角區 所以 就這樣啊 好 然後再來 我需要它有一根桿桿 然後裝上它的荷葉 好 因為我們處理這種電腦畫的東西的時候 大概對就好 因為也不太可能跟它真的一樣 這樣 這樣處理 好 這裡有一隻長的 兩隻短的 好 我就得到一隻荷葉 好 它這邊有隻很可愛的晴天娃娃 好 晴天娃娃 對我來 這一隻筆來講 是有點太粗了 我的筆太粗 好 我就挑戰到這隻筆的極限了 應該說我的極限 短短 好 眼睛分很開 打個小三角形 好 然後再來它有個蝴蝶結 你就真的給它畫一個蝴蝶結就好 好了 看起來有沒有像大眼蛙呢 好 這樣它知道意思了齁 你要知道意思怎麼來 好 然後再來下一隻 我要挑戰它 好 那它我看看畫這邊好了 它裡面其實啊 你起步啊 眼睛畫圓 後面就很好處理 然後它是兩個幾乎用電腦畫的正圓形 你就用 喊著正圓 正圓 好 老師多畫幾筆啊 不要一筆畫 一筆畫畫不遠啊 不可能有人可以一筆畫圓 好 然後再來啊 我建議你啊 這邊大概抓一個線 這條線是什麼 平的那條線 沿著它 往下畫 接到它就好了 沿著它 往下畫 好 接到 OK 然後在這裡打個很深的V字形 好 然後啊 再來 我們要裝上腮紅 腮紅 好 你會發現老師畫腮紅也是左一筆 右一筆 不要把自己想太厲害 好 然後再來 我需要畫它的兩件衣服 衣服的兩條線 接到它 接到它沒關係 不要重疊就好 好 裝上它的手 好 你會看到老師的畫法 這個東西就是習慣了 兩邊對稱的時候 左一個 右一個 好 它在正中間 所以 應該是這樣畫 好 不要對到它就好了 好 有沒有成功呢 好 再來 它有幾條線 把它補起來就好 好 那這樣 感覺上 應該還可以接受了 好 給它一點點顏色就好了 這樣稍微對 它的衣服做一點點區分 好 這樣有看懂意思了嗎 好 接下來 下一件事情 我要來處理 好 這隻比較難 這隻最後處理 我先畫它 好 先把眼睛先確定好 眼睛 好 你起筆啊 你就決定它的大小 決定它的大小之後啊 就想辦法弄它 用對稱 好 它這兩個彎月形的眼睛 就讓它 這樣吧 好 然後再來 好 我這一次是直接畫左邊跟右邊 因為這個畫法也可以 但是你要記得 中間它是越來越平的 好 有沒有看到 接好了 好 那再來這個嘴巴比較簡單 這嘴巴是 O型 好 拿著我的筆 圓圈 腮紅 好 然後再來 下面這一段 這條線 不能穿到它 好 然後把它接起來 然後把它接起來 你就知道老師在幹嘛 左一邊 右一邊 中間一支 有沒有發現接起來呢 好 然後再來下面這一段 下面這一段 下面這一段 就是配角 簡單 好 這樣有沒有看懂呢 好 再來 它這邊有一支冰淇淋 好 點點點點 好 看起來 應該是OK的 好 那現在我會教你這個東西 衣服啊 顏色上它不需要畫這個線 你直接拿這個來畫就好 好 畫三條它就變粗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畫三條就會變粗 好了 我的大眼蛙 好 那現在我要來挑戰這個東西 這支為什麼跟你說它最難 因為啊 它的線 臉的線是被切斷 阿 橢圓形 應該說像這樣的圓形已經夠難畫了 你看它中間切斷了 真正在畫的時候 這真的是要考驗你的手眼協調 好 我現在畫完這個 好 第一步啊 你要想辦法做到兩個眼睛都是圓形 阿你發現你沒有辦法做到兩個都是圓形 找工具 什麼工具 蓋子啊 筆蓋啊 寶特瓶蓋啊 光碟片啊 只要是圓形都可以拿來用 好 到這邊 好 再來 這個要先畫它 所以我跟你講 這一支啊 感覺上很簡單的 越南畫 好 如果你有之前看我的影片 你就知道最好畫的是誰了 長得很醜的東西 還記得出圖猛進那張嗎 那張是裡面最簡單的 好 現在把它接起來 好 接下來我只要把左邊線跟右邊線包起來 應該都成功了 好了 終於完成了 眼睛有一點點脫瘡 不過還可以再接 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好了 我這一次目標就到這邊 好 這次應該沒有問題了 好 各位同學 同學 一樣啊 我們在畫可愛的東西的時候 記得 東西感覺好吃就成功一半了 然後 感覺怪怪的 多畫幾張了 你就知道 會錯在哪裡 好 各位同學 掰掰囉